現在我們要介紹的內容叫做聚合物 聚合物就是有一些單體 然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化合物 你可以想像就是好多顆珍珠 串成一個好長好長好長的珍珠項鍊 那每一顆珍珠叫做一個單體 串出來的這個珍珠項鍊叫做聚合物 然後呢因為它的分子量都很大 有人會考你要費1萬以上 因為分子量很大1萬以上 所以把它叫做高分子化合物 高分子化合物 所以聚合物就是很多的單體 重複重複的出現 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化合物 我們稱之為聚合物 這是因為在歷史的過程中 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玩樂的分子量可以這麼大 然後經過研究來發現它是一個不斷不斷重複的單元所造成的 那麼聚合物的分類一種是根據來源分 有來自天然的 比如說蛋白質、澱粉、纖維素 我們後面都會帶到這三個我們後面都會帶到天然的聚合物 然後還有所謂的人工的、人造的、合成的聚合物 像合成纖維、塑膠 我們也會帶一下提的一些東西 提到一些塑膠 提到一些合成纖維 這就是按照來源分 比較重要 考試比較會問的 會考的是按照構造分 按照構造分 有一種叫做鏈狀聚合物 大家排成一條 像圖上顯示長條狀的 這樣的聚合物受熱之後容易軟化、融化 所以可以再來加工 再來加工處理 所以又稱為熱速性聚合物 熱速性聚合物 所以鏈狀的叫做熱速性聚合物 我們後面會教聚乙溪、聚乙溪、耐倫 這些東西我們後面都提到它 這叫做所謂的鏈狀聚合物 重點 受熱之後容易軟化、融化 可以再來變形加工 叫做熱速性聚合物 另外一種叫做網狀的 立體網狀的聚合物 這個東西加熱之後 不容易軟化、融化 它會再來變形加工 我們稱為熱固性聚合物 有尿素甲醛素質 我等一下會帶到 分甲醛素質 現在已經沒有膠了 俗稱電墓、環洋素質 我直接看過就可以 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熱固性聚合物 考試有人會畫個圖 然後就問你說它是哪一個狀的 它是熱速性還是熱固性的 熱固性、熱固性的 或者是我說它是熱固性的 然後我就畫四個 不知道你選它應該長得怎麼樣子 就是要記得煉狀的 就是熱固性聚合物 網狀的就是熱固性聚合物 就是要了解這個比較重要 構造分比較重要 還有一些其他的分類方法 比如說單體 是只有一種的 還是有兩種單體的 有分法 還有做法 怎麼做出來的 有不同的分法 這些分類 這些方法 我們國中都沒有教 我們就把它忘掉它 不討論 不管它了 這就是聚合物的分類的方式 那麼天然聚合物 蛋白質是由氨基酸構成的 澱粉纖維素是由葡萄糖構成的 剛才講過 聚合物是由單體構成的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 聚合物的單體是什麼 蛋白質的單體就是氨基酸 澱粉跟纖維素就是葡萄糖 這個我們在後面會再提到 一些細節也是後面再跟各位說 你木質就這樣子記 蛋白質 澱粉纖維素都是天然聚合物 蛋白質是由氨基酸構成 澱粉纖維素是由葡萄糖構成 那我們有一個叫做 尿素甲醛素質 就是尿素加甲醛 所以它的單體有兩個 一個是尿素 一個是甲醛 做出來的 它是一個網狀構造 所以它是一個 熱固性的聚合物 熱固性的塑膠 熱固性的塑膠 在做這個尿素加甲醛的時候 我們有加濃硫酸當催化劑 催化劑 原因也是一樣 它有脫水 跟剛才教的那個紫化反應一樣 因為它是可以脫水 它是可以脫水 所以它可以當作催化劑 同時 尿素加甲醛變成尿素甲醛素 這個實驗是一個吸熱反應 我們以前提吸熱放熱的時候講過它 因為要用濃硫酸 所以我們就不會做了 我們就不會做了 然後呢 這個本身應該是吸熱 但是因為濃硫酸脫水 所以最後結果你感覺 試管試燙的 現在放熱的樣子 就是 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 OK OK